台东市立幼儿园于31号万圣节这天 在园区内设置鬼屋及闯关活动 期盼借此让孩子学习如何面对恐惧的事物 并感受西方的文化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于31号登场 为了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台东市立幼儿园特地选在万圣节上午 将多功能活动教室进行改造 在老师的巧手下化身为旌旗万圣迷宫 园长陈美娘表示 挥别过去万圣节带给孩子进行不给糖就导弹的药堂活动 今年度选择架设鬼屋 希望借此锻炼幼儿大胆勇敢 以及陪伴孩子学习如何面对恐惧及黑暗 以前都是去外面导弹 今年就改成这样的方式 首先是万圣节这是西方的文化 我们要给小朋友不一样的人文 所以我们今年就在学校 举办这个鬼屋 就是要锻炼幼儿 有勇敢 还有 有胆识 可以给他们 在情绪方面 遇到挫折的时候 或是困难的时候 能够自己能够发挥 这个 破除这个恐惧的事情 这样 鬼屋内藏有化特效装的老师 孩子鼓起勇气 通过迷宫的过程中 同时能获得象征宝藏的糖果饼干 有东西可以拿的 也可以玩的 因为小朋友当第一次尝试的时候 就很喜欢 也有家长照相了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家长 跟小朋友很喜欢这个鬼屋 所以我们这几天 可能都是会开放给他们去玩 院长指出 期盼100多位学生在老师的陪伴下 透过闯鬼屋 自制美食祥宴 即打败南瓜人等闯关活动 让孩子感受不一样的万圣节 并认识西方人文风情与文化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导